有一个故事说村子里有两家人 一个穷一个富 共同喝着一口井里的水 一个用金的碗去盛水 一个用陶瓷碗 前者觉得自己用金碗很富贵 后者认为自己很贫贱 只能用瓷碗 前者得到了虚荣的满足 而后者陷入了无谓的烦恼 可是他们都忘了 你们自己需要的只是水 而不是盛水的碗 活在世间 其实我们生活也是如此 不要被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所烦恼 人生像碗一样 要盛得下山珍海味 也要装得下粗茶淡饭 能倒出梅酒和白水 也能把这个碗放上汤汤水水 人生如晚 如若小手端大碗 手会累坏 碗会掉 如若小碗装大菜 装得不好 碗会碎 人生不可望至大 凡事需要有商量 碗有多大 装多大 碗小学会 且由他 人生如晚 人生的过多的心 会让你的心会累 心中装得太满 让你的心会变得黑 心中不管装什么 不要过量 不要贪 心中装得越是多 失去幸福就越多 学博学会 事可指 切勿贪欲 心不止 人生如晚 要随缘 心中装神 清晰见 坦荡对人 免称恨 潇洒助人 过一生 人生如晚 虚谨慎 稍不经意 会磕碰 称怒定会 有裂碰 相处之中 有半冲 及时沟通 学宽容 清如一家 学佛中 这个碗还没讲完呢 碗还有很多 人生如晚 靠世中 懂得知足 心长空 学会珍惜 碗别衰 人生难得 经已得 佛法难闻 经已闻 学博路上 不停步 一事修成 报佛恩 下面跟大家讲两个笑话 笑不笑 随便你们 有一个家庭里 人人都讨厌 做家事 做家务事 于是呢 爸爸呢 就推给妈妈做 妈妈呢 就推给儿子做 儿子呢 就推给妹妹做 妹妹呢 只好推给家里 那个狗做 有一天呢 一个客人呢 去拜访他们家里 发现了他们家的狗啊 在擦玻璃 于是惊讶地发出赞叹声 哎呀 这狗会擦玻璃哦 那只狗突然对客人说 不要这么大惊 小怪了 客人一听 狗怎么会讲话 更加吃惊的 大叫的 狗一听 急忙说 小声一点点啦 万一他们知道 我会说话 他们会叫我去接电话的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是 在手术室门口 大汗淋漓 浑身湿透的医生 从手术室走出来 对家属说 对不起 我们禁地了 家属闻言 哭成泪人 真的 医生啊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你们再想想办法吧 医生摇摇头说 真的没办法 你女儿实在太胖了 我们真的搬不上手术台啊 人心要向善 才能无灾无害 品行端正 才能受人尊重 慈悲才能化解 愿解 心宽 才能万事平安 一个人的生命不过百年 但是一个人的品德 可以流方百事啊 记住了 记住了 我们在人间要多为别人想啊 竟整天为自己想的人是自私 可能还会被你的后代所唾骂 所以 你的名字就是留下来 也毫无意义 刻下来的名字 终究会被泥土和岁叶摧残 唯有学佛人的慈悲心理 才可以永世流长啊 跟着师父学佛的人要行善积德 以德福人 心灵法门就是让我们净化心灵 修生养性 用菩萨的大慈大悲 大智大会普度有缘 利益众生 爱国爱民 遵纪守法 让菩萨的慈悲照亮全世界 我们才能铸造人间的净土极乐呀